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兄 国兄是第三啊 小百合第四啊 文林第五啊 清楚不清楚啊 清楚不清楚 声音可以吗 MAGA 看清楚吗 能看清楚吗 谭王伟陀 野良猫 孙台 侯小宝 侯小宝 罗布 野良猫 现在怎么样 还亮吗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谢谢 谢谢 西装很帅 是的啊 西装很帅啊 很清楚啊 现在呢 是什么 刚刚的工程师 这个 给我打电话说 郭先生 你最好试一下直播 就是关键是看看 战友们的通知 能不能收到 因为头两天发现这个 黑客呀 改了LiveStream的 通知功能 改了通知功能 还挺能 黑客还挺能 再一个就是说 他们进行了信号干扰 信号干扰就是说 把我们这个直播呀 这个连接呢 转到其他地方去 然后呢这个造成了我们这个直播上的 这个画面 这个突然变化 小白河 爱您爱您小白河 小白河 你私信一下啊 给我你的那个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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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号码 我会把你加到我们那个群里啊 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尊敬的战友们好 这是3月4号 文贵报平安直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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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今天主要是试试这个 刚刚的啊 刚刚的试试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两天真的很热闹 大家不能老看电视 还有新闻啊 发生以后大家感觉到 哎呦这才是新闻了 凡是电视上啊 报纸上已经播的 它已经是不是新闻了 叫旧闻了 基本上全世界逻辑都这样 那共产党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骗人了 就是骗人了 那么现在两会啊 在北京的这个召开 听说还真是挺热闹 昨天晚上这一晚上啊 频繁的和各方面的战友啊 都很热情感谢了啊 很多战友们给我发来的信息 请你们能理解啊 一个你们发信息我不能即时的用 因为用了以后呢 我会担心对你们的安全有影响 另外一个呢 你们的信息我也经过了解 我才能去用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些信息可以用 有些信息不能用 这是个原则 请战友们能够理解 但是所有的在北京 给我发信息的战友们 我求求你们了 务必注意安全 咱不发哪个信息 咱也不做哪个信息 照样实现喜马拉雅 不是说我搞媒体的 天天在这块儿 打个新闻就好像上 恨不得有个新闻 这不是文贵爆料革命的目的 我们也不依靠这个 所以请战友们一定能理解 你们的安全是第一位考虑 像这个前天晚上那位战友给我发了信息 这个现场的情况 我不可能可以报 因为你太伟大了 你虽然是录了当时那些人的说话 我报出去以后 你就会暴露出来 我报的不是盗国贼 我报的是我们伟大的战友 那不行的 虽然你现在也是这个人大代表 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 不是的 共产党比你想象的邪恶 所以说战友们这些天来 整个共产党内部 CNM-CCP 这位战友们叫 谢谢 咱们整个国内两会期间 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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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爆料 我觉得是非常重大的利好消息 就是说 很多人意识到了 这个国家风雨飘摇 正在驶向一个可能不归的路上 这不是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要爆料革命成功 不是想让 不是想让中国完蛋 或中国走向灾难 恰恰相反 我们要拯救中国 避免中国走向灾难 避免中国走向一个不归的路 就连非洲的朋友都不能理解 说中国人饭还没吃好 穷山饿水 跑了我们非洲来当老大 所以说 人家都不能理解 人家到了中国转了一圈 去年这个所谓中非论坛 人家去中国去看 人家无法想象 说中国穷到这个样子 还在这块装老大 这是我们爆料革命真正的目的 绝不能让中国人 中国人的未来 让几个家族说了算 绝不能让中国14亿人民的未来 让现在北京 用铁丝网拦起来 绑架一批所谓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全是花钱买来的绝大多数 也不是人民选的 让这些人被绑架的情况下 让共产党几个家族拿枪顶着 那解放军卡卡卡的 见到那种威嚇 那就明摆着威胁嘛 还把镜头还得超高一点 然后显着那个人民解放军好像十几米高的样子 玩这种低级的游戏 希特勒把这次已经玩到最顶级极致了 最后什么阶级 还不是被灭亡了 你多大的人民解放军 多大的军队 你都是来自于人民 他都是人民生的 他不是你中南海门口那什么狮子生的 他也不是你哪个共产党那什么什么 就是如何现在来使中国不成为世界上仇恨的国家 如何使中国现在脆弱的虚假的经济能够维持下去 如何能将中国这种傻叉似的 想当世界老大的这种狂想 这种不是梦想是狂想 这真的是狂想不是梦想 会把中国人民送向战车 如何让中国现在老百姓 真正的能避免这几个大的灾难自然灾难 自然灾难造成中国人现在这种污染 水污染腿污染空气污染 导致了人的这个健康大灾难 如何避免整个中国的道德灾难 整个中国现在就人与人之间已经不说人话了 就比谁狠比谁坏比谁假 这太可怕了人道灾难 平均率封满楼封满楼 山雨欲来封满楼啊 另外一个如何避免中国这种不切合实际的一小部分 没有文化啊 没有任何政治逻辑 这种自私啊 恶欲膨胀 恶 大恶那个恶 恶欲膨胀啊 导致的这种要在世界上称霸的这种疯狂 我觉得这个两个有人感激感输还是很了不起的 大家意识到了啊 就王岐山孟建柱啊 孙立军这帮人啊 傅振华是中国官场的灾难啊 是中国人的杀手 这是非常恐怖的 就这几小撮人 七八个人四五个人 就现在天天吆喝着啊 中国要建立核心啊 要世界要领导世界 然后让中国人要 然后这边要领导世界 那边要捐款 这边要扎紧腰带 勒紧腰带过苦日子 然后这边喊着美国人搬舌头又砸自己脚了啊 不要玩火 这边跟美国人磕头 刘鹤跑到川普总统办公室去 两手发抖啊 雨啊 雨都不成锯啊 把这个五吨五十吨 变成了五百万吨 成了世界笑话 这边跟美国谈结构改革 中国那边加大国有化啊 这边是谈着中国要开放市场改革开放 这边就是要搞啊 明确的说中国经济靠国营 这都是什么变革人态啊 这边在全世界中国要讲法制 依法治国 然后坚决不学西方的啊 司法独立那一套 坚决 凤凰九天来了啊 这个坚决不搞西方司法独立那套 坚决党领导司法 这是什么样的变革 变态的人格啊 绿色上十亿欧元不是法制基金啊 战友们 你看看我发过文的时候 在过去两年来都是什么情况 文贵是钓鱼高手 我可以告诉你们 那个十亿欧元是有一帮人 给我们的重要的战友一直在喂料 啊 一直在喂料 喂料就是什么呢 啊我要揭发啊 我揭发这个谁谁腐败 这是一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要这个 我有钱我要大捐啊 但是有但是啊 凡是说来拿着这种大额支票 还有所谓的盗国贼海外存款 十亿百亿欧元证据的 目前来看我们收到过真的是 真的是万万件 我们从来不用了 基本都是欺民贼在海外的骗子 想把像路德先生 Sara 细思小哥 这些卡利西这样的人呢 叫你报假新闻 把你自己报掉 还有CCP海外的沉默力量 就是这一招 第二招是干嘛 是拿着这个 我有这个盗国贼海外的存款 我让法治基金给我钱 来骗钱呢 我昨天推出去的是其中一张 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棒的战友 发给我的 说有人要拿这个来 跟法治基金揭发盗国贼要弄钱 我就把这一张截了出来 我就发出去了 我发出去呢 我就知道会受到三个效果 第一个 第一个 那就是像这些欺民贼们 哇 会心跳 哎呦受不了了 郭文贵得到十亿欧元 得心当病 得心当病 会让他们兴奋 但几分钟以后 会发现 真的假的 发现这不是真的 然后就说 这是郭文贵的欺骗 结果我发现一大批人中招了 很多人估计已经得心脏病去医院了 像韦石啊 史诺呀 什么李鸿宽这个畜生啊 夏业良这个畜生啊 钢某党啊 高冰晨这个畜生 估计抱着老婆内裤就直接就就就就就在院去了 这帮畜生们就得心当病了估计 但是后来发现不对 怎么回事 十亿欧元 还核算半天 价值十四亿美元 然后呢 这就是郭骗子 就开始骂我 然后呢就反 实际是被 他们被耍弄之后的那种 上心病狂 油光满面 我油太多了 油太多了 所以说战友们 结果是我发完以后 很多人 全中招了啊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我要让那些所谓的 来到法治基金想来骗钱的 想来骗钱 记住 郭文贵是法治基金第一护法 你能过我这关了 那你就牛了 啊 千别说你过班农那一关 Kellbase那一关 还有那么多美国的专业 大家 快势师 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法治基金的团队 都是世界最牛的 结果 你到我这一关呢 你想想 人类上 怎么可能出现这帮余子 是愚蠢的 只有共产党培养的这种诈骗犯 10亿欧元 还是本票 A to B 听说过吗 现在你到银行去 我们基金每天每日 都有大量的转款 投资 你会一千万美元试试 你会一千万美元试试 会一百万美元试试 都要把你闹清楚 你钱是哪来的 为啥会给对方 这个世界上现在大额汇款 到了几乎不可能 10亿欧元 还香港汇丰银行 你把汇丰银行的楼里拆了 他敢不敢 还有一个 还什么年票 哪有10亿欧元开本票的呀 全电子汇款 你听说过这问题吗 不可能啊 所以说 咱又打骗 还打欺民贼 还让 还虐待他的小心脏 然后大家还欢乐一场 然后还能调出来这些出生的无知 太开心了啊 就这帮人你说每次让我调话 你让我能 别的调那么准 一调就上钩 一调就上钩 估计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叫什么孙子 那个高冰晨 第一个 就急心当病了 太搞笑了啊 还有那个现在到处没饭吃 到这个救济中心那个叫李洪宽 我估计看这信息 他们也不懂什么叫本票 我估计这哥们直接就蹲车车里抱哭去了 吃屎去了就 所以说 这个我也告诉所有的 想试图在法治基金 来骗完饭吃 你就你就别做着梦了 法治基金是所有的战友们 投钱拿进去的 是自己的理想 是自己的希望 是全中国人走向法治 信仰自由的平台 是大家的未来 谁动里边一毛钱 花于个人生活 花于个人享受 那就天都地灭 谁要骗了法治基金钱 必当是我们的敌人 绝对是 那真的是 你万里之外 我们一里之外 也绝不放过你 我们要保护法治基金 真的向我们超过我们生命 所以说 前天有一个孙子 出来海风什么 说郭文贵先生 施大成被抓了 你是不是救急一下 施大成法师 他跟我多次有联系 多方面联系 你代表人家施大成 那就给施大成捐 别捐一万美元 你捐一万人民币 你捐捐 孙子你又没有什么 又分钱不捐 你出来 叫我们法治基金 怎么说事情 那算什么毛啊 对不对啊 不要脸的东西 所以这一帮人 现在法治基金 在那看着 心服口服 羡慕妒嫉恨 然后呢 又想办法去骗点钱 就这把王八蛋太坏了 战友们呢 全人类上没见过 比海外欺民贼 比共产党再坏了 历史上没有 我相信未来也没有 就不要脸 没原则 没人性 瞪眼说瞎话 饭都要不起 吃饭吃不起 花钱没有 天天一帮高毛党 在那边胡说八道 一说就是全人类最高尚的话 你说这个是多么的悲哀 战友们 想想这些欺民贼 你像夏业良这帮畜生 天天到哪去 一年穿着那两条西装 穆兰来了 到处去忽悠 到处去骗钱 海外我看到日本什么 向林还发了个什么 要利用我们的声势 来帮助国内私人企业家 你连个饭馆都开不起 还帮助国内私人企业家 你看加拿大那帮欺民贼 逮着一个饭 逮着一桌菜 还不得把盘子给他吃了 天天给中国搞什么民主民运 跑了沙漠里 几千美金买了一块一个地 然后为了搞旅游 吴建民 还有这李一平 还有这个汪敏 还有这帮猝士 全海外一帮砸水 跑那去骗人 可悲不可悲啊 你拿谁做事别拿六四说事啊 你就不怕六四这些英雄们晚上到你家来 来报应你吗 这帮孙子太坏了 太坏了 刚猫的 所以你想想不要脸到什么程度啊 现在法治基金每天 可以说每分钟没停过捐钱 要把那个不捐钱那个 那个滚动的感觉要放出来 我就会 估计海外欺民党全都是气死 全都吐血 还是吐黑血我估计啊 现在这个共产党现在开两会一样 害怕自己啊 害怕自己 就怕中国老百姓哪一天突然间 这个走向打劫 所以这次两会当中提最多的事 防止经济出现重大滑坡 导致不可控制的后果 第二 防止小规模的 这个所谓的上访事件 导致社会重大的 不可控的治安事件 最后形成不可控的局面 而且第一次说 八九年六四这个环境 逐渐在国际国内又再一次形成啊 第一次说 从八九到现在 都在说 说要防止像当年八九的时候 再次的形成 类似八九六四同样的环境 现在在国际上和国内已逐渐形成 就老百姓现在过去的 看你们贪污 太子党 现在是看不完了 盗国贼 现在的盗国贼已经深入民心 今年只要是 今年只要是国内经济 只要是国内经济出问题 共产党确定完了 彻底完蛋 不行咱走着瞧 市的不错战友们 我马上要开会 今天一天开的会 都是和咱法治基金有关系 还有 就是 查盗国贼 海外资产 约的人 来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现在战友们 为14亿中国人和战友祈福 香港爱情歌 Dolta Med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阿彌陀佛 文东 我得马上就开会了 人家就敲门了 战神战报 谢谢